有投影筆嗎 這個嗎 好 大家好 就是 我們十週年生日趴 在今天的大松取得了還不錯的成果 那就是在這邊簡單做一個整理跟發表這樣子 對 那就是大家現在鼓掌 不是鼓掌給我 我是鼓掌給G0V好嗎 十週年了 很讚齁 沒有十週年哪有生日趴 對不對 好 我們今天完成的進度是 我們包含我們把展覽內容規劃完成 然後我們也把空間的配置討論完成 然後我們也完成了互動活動的流程 然後也跟就是幾個專案做了討論 也把共筆完成了 然後同時我們也針對議程規劃跟治理 做了規劃跟共筆的部分 那我們也特別感謝Kirby願意幫忙架設網站 然後要用Stella幫忙主視覺的設計 然後我們特展的活動都還在進行當中 那命名的部分也感謝大家有投票的人 一起參與我們的那個命名投票 那我們場地規劃就是用創中心的場地 大概長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會用他們一樓的部分 然後他們如果辦那個講座的話 主舞台架設起來就會大概長這個樣子 舞台的話長在這邊 對 然後我們展展內容的話 最重要的是我們結合了過去 現在未來三個階段的設計 在過去上來講 我們設計了G0V的互動時間軸 那這個是結合之前揪鬆想要做的就是G0V的時間軸 我們希望把這個資料視覺化之後 讓我們的參加者可以在這個視覺化的時間軸 在這個視覺上留下自己跟G0V的藉後跟重要的時刻 在G0V的歷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跡 然後第二個展覽內容的規劃是現在 是我們主視覺的海報 我們會把我們生日趴的主視覺印出來 然後讓來參加生日趴的參與者們 可以在上面簽名跟留言 那就是在現在這個時刻留下在場證明的概念 那最後是我們未來的部分 我們未來希望去建設一個 就是利用它的這個木桌的方式 在上面掛上一個紙座的會碼 那希望大家可以在會碼上寫下自己或對於社群的期許 作為下一個十年的起點 那這個是一個面向未來的時空膠囊 那我們在內容的話 還有一個是要輪播照片 就是大家知道我們G0V臨時政府的Flickr上面 已經累積了一萬五千多張的照片 那我們會在這七十九本相簿裡面 去輪播哪一個相簿裡面的照片 那每一張照片都是一起一會 所以它就是一個輪播的緣分的概念 然後我們也會把所有 大家知道我們所有的大松 總共大概四十幾張圖都有這個主視覺嗎 我們會把這四十幾張的主視覺的圖片 全部湊在一起 然後呢把它變成是一個裝飾品 不是裝飾品就是展覽品的概念 然後讓大家可以互動跟這個主視覺的集結圖合照 那這兩個願望可以一次滿足 那我們也同時會有一個拍照互動區 就是因為畢竟在社群媒體的時代 就是我們這些京劇不只要講出來 我們更要拍出來 所以就是讓大家可以跟這些京劇一起留下紀念 那我們也會再做一個比較有趣的事情 是互動式導覽的部分 我們希望跟G0V的各個比較有 比較有趣的專案 不是比較有趣的是跟G0V的專案合作 就是我們可以設計不同的闖關小遊戲 讓參與者可以更加認識專案 而專案呢也可以從中獲得參與者的貢獻 那我們今天已經完成了流程圖的規劃 並且跟Cofax, This Factory, Common Voice,語音庫 還有G0V Podcast的四個不同的專案 去談成了一些合作的一個狀態 對 那就是讓參與者可以用微小的行動來換取紀念 那我們也持續在招募就是在譬如說 我們剛剛在做的這個互動式的一個闖關活動 我們需要去架設網站 然後也要有人在設計互動 那我們也歡迎有需要這種微小貢獻的專案呢 可以跟我們來報名 不管是你想要推廣你們的專案內容 或者是你想要去像This Factory 用那個大家來找場 或者是Cofax用來社群一樣 就是這種專案來報名 那我們同時也會希望說 就是有人可以來報名議程 因為我們的主舞台跟OpenSpace的議程 都會有人要來規劃 那同時就是大家也可以來報名表演 或者是來報名閃電獎 之後都會有相關的內容釋出在社群當中 最後我們非常感謝大家一起參與投票 我們終於從八個非常有趣的名稱當中 選出了我們這個生日趴的名稱了 我們現在就來揭曉我們的名稱 就是MGT的零宇宙大爆炸 成為我們今年生日趴的名稱 10周年生日趴的名稱 感謝大家的參與 好 那我們的生活報告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